三十年前我仍是星島日報的記者 有機會去大陸採訪 因為我申請做五四運動的七十週年的特輯 一直留在北京採訪五月的學潮 直到六四徒乘 所以三十週年我現在很想說回的就是 當晚六三之後六四的凌晨 我看到些甚麼 我以前做了很多個見證 但其中有三個 我是沒有刻意或特別公開出來 在凌晨大約點多兩點三點的時候 我是看到那些學生仍然是堅持和平 不過開始有剷地下的磚 因為要防衛 加上他們的坦克經過或煮熱撤離 地面已經不是那麼平靜 然後我去到比較西面的那邊 就是人民大會堂那邊 就已經是不停地有槍聲 有藝肝彈 那我跑到很前的時候 都差點中彈 很多人是中彈 無論是直接射擊 或者是流彈 在地上噴上來的 好幾次在頭頂上飛過 在側巾那裡擦過 只不過我的好命 在那一刻我會覺得 我的使命在這裡 我不死我就一定要做下去 所以我的筆記簿裡面 它記下了 每一個時間點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用我的錄音機 去錄下了每一刻發生了甚麼事 到它一關燈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來了 它隨時要毀屍滅跡的話 它就會消滅我了 所以那時候我才寫下我的遺書 就是因為七黑一片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希望 我找不到這裡留下來 我還可能生存的希望 把我的名字寫在我的筆記簿那裡 希望如果我真的進窗的時候 有人知道我是誰 有機會去發現我 而不是人間蒸發 在四點關燈的時候 四君子是和戒嚴部隊裡面 有一個叫做清場協議 所以整個廣場的那段錄音 我就寫下來了 學生仍然是希望表決 切或是留 哪一把聲大 就當那一把是留或是切 而結果是沒有聽到結果 是因為解放軍上去之後 就向著紀念碑開槍 紀念碑的喇叭位 的那個聲音消滅了 最後剩下的十多張照片 我都是隔了幾天 衝過來我才能看到 他射中紀念碑的時候 原來那個火光我拍到 我覺得我不可以磨滅的光 到第三個場面就是 他會開燈 戒嚴部隊全面地進侵了這個廣場 我就會很自然地去回 更加核心的位置就是紀念碑下面 那些戒嚴部隊那些 那些火槍實彈的已經在你周圍 驅趕著 然後我就繼續向學生的那邊走 見回我在港上認識的馬少芳 主動要求坐在他們那裡 一起面對坦克 因為我嘗試拍照的時候 那馬少芳就要趕我走 因為怕我有危險 不准我再留在最前線了 那我就繼續向西走 西邊的解放軍已經佔據了 有一些人是被撥到頭破血流 那我就被他撥到一撥一撥 然後又再回到大隊 然後就離開 我不覺得我是英雄 但我只知道自己隨時會犧牲 但犧牲我來說 我都會覺得光榮的 我不是一種抱著必死無疑 一定要走那種慷慨負義的那種情況 因為我還是想保住一條命的時候 可以做見證 我是有想過不想回來 因為好像逃兵一樣 還有最需要記者的時候 記者走了 那種內疚 我是難過 但是要服從 也的確要回來我才可以做見證 我做完了頭幾年的見證之後 我是很想做回一個普通的人 雖然每年都會痛 但是去到2007年 馬力華沒有坦克 滾過那些人 成為肉頂的問題 我們很震驚 因為六部口 和我收回來的照片 我們做記者的時候 收到的照片和看到的東西 是血肉模糊的 是你無不得否認的 我們所有經歷過六四的人 是不可以忘記的 亦都不可以不說話的了 我就做了一個所謂的網站 我希望將我知道的六四的東西 盡量去這樣說 盡量去掀起一些東西 到了2008年 馬小芳找我 他看到我其中有一個 我在廣場收集學生 簽名的T恤 裏面有吳向東 就是六四死難者 當他一告訴我 我就知道 我原來有條線未完 於是我就去找多些 吳向東的故事 找多些天安門母親 說回他們中槍的經過 我覺得好像亡靈無處招魂 然後這麼偶然的機會 讓我捉到一個 於是我就很嘗試去留他們的名字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就被形容為 好像活卑一樣 去將他們的名字留下 將他們的時跡留下 而就好像一個很大的責任在我身上 年輕人與他們無關 因為這是我們做過的 或者我們叫過來人的責任 我不可以賦予他更多的東西 我只可以給他機會去認識 但是我們的過來者就不同了 我們的過來者就是 當我身負這個任務 或者身負這個傷痛 這個傷痕 一個印記的時候 我一有機會 我就必須要說出來 說出來 去年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